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 让我好好睡觉行吗 说起来 诺亚就曾经向总公司 申请过这样一批芯片 说是打算 给将来的实验者植入 以便对灯塔系统做个升级 可惜啊 她什么都没来得及做 就出事了 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啊 那您知道这种芯片要怎么取出来吗 想要取出倒也不难 就是要等晚一年 一年以后 芯片会自动从神经系统上脱落 进行微创手术就可以取出了 就这么简单 那难道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吗 只要操作得当 当然是安全的 但是要在脱落之前强行取出的话 恐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被植入的人 也要小心避免剧热撞击 以免芯片错位 怎么啦 怎么了 等我一下 我 江小元 以此为咒 我欠了齐连一份恩情 以后一定赴躺蹈火 替她办成一件事 若有违背 就让我永远回不了家 我来找你兑换心愿 可以让我加入你的工作室吗 你都把它拿出来了 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啊 我哥不想跟你闯上利益关系 沈方舟的美发店不也是我投资的吗 我看中了你的实力 觉得你们工作室未来肯定能火 趁机当个大股东 多好 就你心眼多 小元 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了 再过一段时间 一切都有好起来的 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 让我好好睡觉行吗 好 吵醒他了 我去给你热杯牛奶